OK 然后再来我们要去看下一个 下一题就是说回归分析报表内的R² 跟那个变异数分析报表的Song of² 还有Eta²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我就需要用 请大家看一下电子书 才能够再对这个问题有一些 有一些比较清楚的解释 那这边他有提到一个变异数与平方差的总和 因为如果 因为他这里说说明了这个SS total 跟这个组间差异 还有组内差异 是一定会在 ANOVA就是变异数分析的报表上看得到的 那我们可以直接看下面 的这个好这边 Table12.8 好这边还 对12.8就可以 这边 Between group 这个SS total 它这边没有列出来的有一个是 Song 就是说总变异量 就是这个Song of² total Song of² total 其实就是这两个的加成 好你们可以另外开一个Google视窗 就是单纯做计算机 可以把它给加起来 它就是Song of² total Song of² total 好然后前面不是有提到一个吗 好前面这边 其他中间这个可以不用看 我们只要专注看这点 当然有一个 主间变异跟组内变异 对不对 那变异数分析的 主要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算出 主间变异跟组内变异 是各是多少 那它们加起来一定是等于总变异量 OK 好那那这个主间变异跟组内变异 就是下面表 12之八 因为中间这些有回归 有线性回归的帮帮帮 它中间那些首算式帮 我们可以完全跳过 就是这两个 自由度刚刚透过回归式 我们已经认识了第一个 等一下我们再认识这个 就是between group的自由度 好等一下我们会再认识这个 组内的自由度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 那个3-1就是这个组间的自由度 那这个组间变异的 sum square 跟组内变异的这个sum square 其实加起来就是等于 那个sum square total 那我的作业的设计是要引导同学 知道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 简单回归的r square 对不对 那在r square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讲过了 它就是等于 因为在那个 在那个简单线远远的时候 我们也有看到一个anova table 那那个anova table 跟这边是一样的 那这里请你们 你们可以看一下哦 这边的那个 我这边有直接写出来 用那个公式去写 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ss drug 其实就是组间的变异 就是sum square between groups 那这边为什么叫组间变异 因为各组之间的参与者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接受每一种要的参与者都不一样 叫做组间 那组间之外的 在这个单因子的设计 单因子独立样本的实验设计 剩余的sum square就是这个 residious就是组内 所以你们有看到 那个简单回归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anova的学习模型 给植入到你们的脑子里面 好所以你们可以看看 这个上面这个r square 是不是刚好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sum square total 这个那其中 这个3.45除以这两个的总和 对不对 这个就麻烦你们自己用计算计算一下去验证 就是把这个3.45加1.39加起来就上了 就是ss total 那你再用3.45去除以这个ss total 就是等于这个0.713 好所以这样子你们之前已经有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回归系数里面的这个r平 这个r平方是怎么来的 那透过它 那了解就可以去了解到 这个anova table里面的这个 这个sum square是怎么样出来的 因为方式是一模一样 那等一下我最后这一步是 你们会要再用那个anova的模组再做一次 到时候可以再验证 不过我们这里先看一下那个 就是实际的 anova的分析结果 因为anova的分析结果 它还会再跑出 一个效果量的指标 这个叫做eta平方 eta square 然后你们有注意到 eta square这个值 好像也跟r square一样 那这个我可以说 我可以给各位在此 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也是稍微解释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在那个 回归分线性模型 回归模 就是jemovie的这个线性回归模型 还有anova的这个这两个模组 它只要跑出这个anova的这个表格 它都会在下面架一个备注说 这是用所谓的形三 sum of square去算出来的 那我可以说 只要是设计 这个设计是符合 这个变相之间是正交的状况下 这个变异数分析的效果量 eta square一定会等于r square 请注意哦 条件是你的设计 变相或者说回归式的变数之间 是正交的话 它的那个效果量的指标 一定会等于r square 那我为什么说 等一下我们马上会在那个 重复量数看到另外一种状况 那这个条件是因为 它们的这个sum of square的计算方式 是一个所谓叫做形三的方式 然后你一定会问 那有没有形二跟形一 有 所以这个形二跟形一 老实说已经超出了 现在的各位的学习方 这其实是研究所 那我这边有放一个补充资料 你们可以找一个有一个中文的 但是是简中 用这个用这个google一下 或用beam去找一下 好 就是说那个 你们就只要问 就只要 关键字就是说 行 行 行一与行三 Sum of square是什么 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来解释 但是它里面的那个解释蛮 蛮 蛮 非常的多 你们有耐心再去看 然后因为这个是研究所的 的范围 所以我就这里我就不多说 就是说我是跟你们 借此说明一下 为什么 它的那个效果量 会是等于R square 好 我这是因为 这是只有在这个设计 在这种正交设计 才有可能 才可以看得到 OK OK 好 那么这个线性 因为这个是用这个线性模型的 这个线性回归的模组算 它跟这个anova模组的差异 就是说 它这里就没有提供这个 ETA square出来 所以你们要算完整的变异数分析的话 就是说 还是要用那个 如果是在这个状况下 就是说还是要用那个anova的模组 不然的话就是要自己写程式这样 回归式吗 不是 它就是一变相的原始数值 在这里有讲 一开始讲的回归式 都是以那个原始数值来说 残差 残差我马上就要讲 就是要讲到它的适用条件 才要讲到残差 OK 总之所以所有的统计用法 一开始讲到它是什么回归式 它都是讲出以原始资料构成的 lik 就去 廓下 你 嘻